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黑了 回家路上路过一片池塘 就在徐大安急匆匆赶路的时候 一阵哗哗的水声从池塘中央传了过来 怀着好奇的心 徐大安便停下脚步朝着池塘里看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阵呼救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救命呀 快来人呀 听到这声音 徐大安顾不得多想就朝着池塘奔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转瞬间 徐大安已经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不久之后 徐大安从池塘中将一个落水的女子救了上来 将女子救上来后 徐大安看清楚了 这女子正是邻村张烈户的女儿张小翠 小翠 你没事吧 徐大安关切地问道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转瞬间 两个黑影已经来到了徐大安的跟前 徐大安看清楚了 来人正是小翠的父亲张烈户和他的儿子张大壮 翠儿 你怎么了 张烈户气喘吁吁地问道 徐大安刚要开口 小翠却抢仙娃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紧接着 小翠的一句话 瞬间就将徐大安惊出了一身冷汗 爹 你总算来了 不然的话 我今天可就要被这坏男人糟蹋了 小翠指着徐大安一边哭一边说道 听了这话 徐大安顿时愣住了 好半天 他才缓过境来解释道 小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翠儿 你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烈户又问 小翠哽咽着说道 就在刚才 我在这池塘里洗澡 谁知道 这小子见我孤身一人 冲进河里 就想要非礼于我 我一个黄花闺女 这要是传出去 可让我怎么活呀 我还不如一死了之呢 说完 小翠就要挣扎着站起身来 跳入河中自尽 听小翠这样说 徐大安顿时迹地跺起了脚 小翠 你可不能污蔑好人呀 我刚才明明是为了救你 怎么到你的口中 却成了我非礼你了 你倒是说实话呀 这时 小翠的哥哥张大壮 上前一把抓住 徐大安的衣领 恶狠狠地说道 徐家小子 看你平日里人母狗样 老实芭蕉的 没想到你 却是只色狼 看我不打死你 说完 张大壮抡起拳头 就要朝徐大安砸去 徐大安急了 连忙说道 张大哥 事情真的不是你说的这样呀 难道你是说 我家妹子在撒谎吗 徐大安 我家妹子还是个黄花闺女 你这样一来 她以后还怎么嫁人 说 这件事情该怎样了结 张大壮怒气冲冲地说道 徐大安辩解道 张大哥 你真的冤枉我了 我这 此时 徐大安的心里后悔极了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 张烈户说话了 徐家小子 我来问你 这件事情 你是想公了呢 还是私了呢 公了如何 私了又是什么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张烈户说道 这公了吗 就是明天我将你扭送官府 由官府来决断 私了吗 我这小女还是黄花闺女 除了今天这事 她是无论如何 不能再嫁他人了 不如你将她娶了 如何 什么 还有这等私了的方法 这 这怎么能行 我防无意间地 无意拢 如何敢将小翠取进家门 跟着我 你这不是让她受苦吗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这时 张烈户的态度 已经没有刚才的那样恶劣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到底 该怎么办 就在徐大安犹豫之际 张大壮说道 小子 还犹豫什么 我家不嫌你穷把一个 黄花闺女白送给你 你怎么还推三组四的 这世上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不是明摆着往光棍怀里 送媳妇吗 世上真的有这等好事吗 即使有 这样的事情 还能轮得着我这个穷小子吗 今天晚上的事情 时时处处都透着一股邪乎劲 恐怕事情 不会像他们 说得这样简单吧 见他还在那里犹豫 张大壮又开口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家妹子是嫁定你了 赶紧回家准备去吧 时间就定在十天后 你小子要是再敢推脱 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官府 说完 张烈户一家三口就走了 三人走后 徐大安依旧在那里发呆 过了好久 他才总算缓过点神来 回到家后 徐大安一夜没睡 在紧张与激动中 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 就在徐大安还在怀疑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时候 张烈户却派人上门来了 这人来后告诉他说 屁里什么的都不要了 只要他到时候将小翠迎进家门就可以了 这一来 徐大安没法不相信了 那人走后 徐大安便来到了邻居王大娘家 将事情告诉了他 不过他并没有对王大娘说小翠诬陷他的事情 只是说张烈户要把女儿嫁给他 王大娘听了以后很是替他高兴 当即就给他张罗了起来 乡亲们得知徐大安要成家的消息后 也非常高兴 都纷纷过来帮忙 十天后 徐大安将小翠取进了家门 张烈户为什么要急着把小翠嫁给徐大安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各位看官 就连当事人徐大安都是一头雾水 洞房夜 看羞羞答答的新娘子 徐大安忍不住开口了 小翠 我有一事不明 当初我好心救你 可你为什么却要诬陷我说我非礼于你呢 小翠沉默了一会 随后便缓缓地抬起了头 此时 徐大安这才看清楚了 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见小翠哭了 徐大安连忙说道 小翠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问你 徐大哥 你就是不问我也要说 三个月前 我孤身一人前往后山 走着走着 突然出现了一只怪物 那怪物人面猴身浑身长着长毛 见到怪物时 我顿时吓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等我醒来时 发觉自己正被一条大蛇紧紧缠绕着 大蛇看起来并无恶意 见我醒来后 他便从我身上爬走了 随后我就下了山 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肚子有些不正常 问了我娘之后 才知道我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了 听到这里 徐大安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听小翠继续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就要寻死密活 是我爹将我拦了下来 一个黄花闺女好端端地有了孩子 这船出去我还能活吗 于是我爹就和我哥商量了起来 他们打听了一番之后 最后选中了你 于是就让我假装落水被你救起 从而诬陷你 以达到让你将我取进家门的办法 原来如此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和我提呢 为什么还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徐大安疑惑地问道 如果当时告诉你我有了孩子 你会将我取进家门吗 小翠问道 听小翠这样问 徐大安不由地愣住了 是啊 如果自己知道小翠已经有了孩子 而且还是一条大蛇的孩子 自己还会娶他吗 见徐大安在那里犹豫 小翠又说道 本来我爹娘的意思 是让我将这个事情瞒下来 但我见你心地善良 不肯欺骗于你 于是便食言相告 徐大哥 该说的我都说了 现在我就等你一句话 现在你还要不要我 如果要 我就留下来 如果不要 那我现在就走 走 你往哪里去 徐大安苦笑着问道 小翠叹了口气说道 深山老林 荒郊野岭 哪里不能安生呢 沉默了一会之后 徐大安问道 小翠 我能相信你吗 小翠说道 这件事情 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 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真相 你说 你信不信我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 徐大安有了决断 他决定将小翠留下来 见徐大安肯收留自己 小翠的脸上 这才有了一丝笑意 不过 令徐大安意外的是 小翠却又向他提起了要求 徐大哥 既然你答应收留我 那我还有句话必须和你说清楚 什么话 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孩子 不管孩子将来是男是女 是人还是妖 我都希望你能善待他 这能行吗 我既然已经决定将你留下来 就意味着我也接受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放心吧 我会善待他的 别人家的洞房花竹是轻轻我我 互诉中常 这两口倒好 他们讨论的竟然是新娘子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稀奇不稀奇 婚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到夫妻俩的这份感情 他们恩恩爱爱 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十个多月后 小翠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 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孩子出生后 徐大安也兑现了他当初的承诺 将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 转眼间 孩子已经十三岁了 看着日渐长大的孩子 小翠的心总算放到了肚子里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这一天 徐大安上山打猎回来 从他一回到家 小翠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但不论小翠如何追问 徐大安就是一言不发 直到夜里 从未红过脸的两口子大吵了一顿 听到动静后 他们的孩子徐有福悄悄地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只听小翠哭着说道 徐大安 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吗 我以为你早已经放下了 看来你还是容不得我们母子俩呀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收留下我 徐大安冷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也就是我能忍得了 你也不想想换作他人能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吗 我还是那句话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带着他走吧 听到这里 徐有福不由地愣住了 父亲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把我和娘赶出家门 想到这里 徐有福顿时就冲着父母的房间奔了过去 对于徐有福的突然出现 徐大安两口子显然没有料到 两人当即愣在了当地 徐有福跪在徐大安的面前哭着说道 爹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赶走 对于徐有福的逼问 徐大安没有也不能理会 而是悄悄把脸转了过去 这时 小翠对他说道 孩子 冲你爹磕几个头 磕完头后 收拾东西 咱娘俩今晚就走 徐有福哭着说道 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小翠冷笑一声说道 听娘的话 磕完头后 他就不是你爹了 见母亲一副毅然决然的神情 徐有福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恭恭敬敬地冲着徐大安磕了三个头 随即和小翠离开了这里 看着母子俩的背影 徐大安泪如雨下 徐有福为什么要把小翠母子俩赶走 难道他还是没有过得了那道卡吗 或者是另有隐情 转眼间 时间过去了十年 这一天 徐大安在近山打猎途中遇到了那只人面猴身的怪物 一番激战之后 这个曾经危害一方的怪物终于被徐大安打死了 然而 在与怪物的搏斗中 徐大安身负重伤 等乡亲们发现他时 徐大安已经停止了呼吸 将徐大安的尸体背回家后 乡亲们便给他打了一副棺木 就在要将棺材盖定上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没有定住的时候 棺材盖与棺材底部结合的地方是严丝合缝 但只要拿钉子钉 棺材盖底下就会出现一道一纸多宽的缝隙 乡亲们都被这怪异的景象吓坏了 这时 有个上了年纪的人说道 我听老辈人说起过 这棺材盖子盖不严是死人有念想 只有把他的这个念想给他了 这棺材盖自然就盖住了 听了这话 众人不由地愣住了 徐大安孤深一人 他能有什么念想 难道他心里还记挂着小翠他们母子吗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不久之后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 走了进来 在小伙子身后还跟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 看到这两人 众人都不由地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当年被徐大安赶出家门的小翠母子俩吗 他们怎么回来了 难道他们知道 徐大安已经死了吗 就在人们疑惑之际 小翠哭喊着 就冲着棺材扑了过去 徐大安 你骗我骗得好苦呀 见小翠跪倒了 了 徐有福也冲着棺木跪了下去 就在他跪下的那一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棺材盖底下那一纸多宽的缝隙 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翠母子不是被徐大安赶走了吗 为什么小翠会说是徐大安骗了他们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徐大安已经死了的呢 这一切都得从三天前说起 自从被徐大安赶走之后 小翠便带着徐有福在离这里一百多里的一个地方住了下来 虽说徐有福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徐大安却从未对他另眼相待 而小翠更是怕他受了委屈 时时处处关心爱护着他 在父母尤其是小翠的溺爱下 徐有福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闲人 徐大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可每次他数落徐有福的时候 小翠就会就是重提 为了能让徐有福不再这样沉沦下去 徐有福便想出了将他们赶走以便让徐有福能有所悔改的办法 于是他就假借隐忍了这么多年 无法再继续隐忍下去的办法和小翠大吵了一顿 随即将他母子俩赶出家门 果然在被赶出家门后 徐有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许多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翠救了一位朝廷的武将 随后 这位武将便把徐有福带在了身边 因为徐有福作战勇猛 屡立战功 很快他就成了一名威震四方的将军 那小翠有时如何知道徐有福死去的消息呢 原来就在三天前 小翠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 徐大安告诉了他赶走他们的原因 说到这里 你也许会问 那徐有福到底是谁的孩子 或许他就是上天派来专门除报安良保家卫国的天赐之子吧 陈青霖都三十多岁了 依然是光棍一条 他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可家里只有两间破草房 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呢 陈青霖不甘心打一辈子光棍 就想着如何多挣些钱 到时候盖两间新房子 娶个妻子 也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除了下地干活就是上山砍柴 地里的粮食收成不好 每年除去财主家的租子 连虎口都不够 卖柴火的钱也只够日常开销 根本攒不下钱 陈青霖想 靠种地卖柴一辈子也娶不到妻子 他决定去城里闯荡一番 他来到县城里 看见大街上有很多小商贩 有卖瓜果蔬菜的 有卖腌制水粉的 有卖包子 卖豆腐的等等 干什么的都有 看着别人做买卖 陈青霖心里也是痒痒的 可他既没有一技之长 也没有本钱 于是他就想先学一门手艺再说 他看见一个老汉在那里卖豆腐 老汉的摊位钱围满了人 不一会儿豆腐就卖完了 陈青霖决定拜老汉为师 学习磨豆腐 于是他就悄悄跟在老汉后面 看到他进了一个院子后 才离开 此日 陈青霖就拿出家中 仅有的几个铜板 到集市上买了两盒点心 就提着去拜访老汉了 他来到老汉家门口 就开始敲门 喊道 大伯 在家吗 他喊了几声 大门里面就有人问道 是谁 这声音根本不是老汉的 而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那声音软软糯糯的 让人一听心就化了 陈青霖说道 我叫陈青霖 是来拜访大伯的 请姑娘把门打开 门缓缓被打开 一个美艳的年轻女子 就站在门口 陈青霖看到女子 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貌惊艳到了 女子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用手帕遮住了半边脸 陈青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赶紧说道 姑娘是老伯的女儿吧 我今天来是专门来拜访老伯的 女子听了她的话 就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说道 她是我丈夫 陈青霖听了女子的话 非常震惊 卖豆腐的老汉看起来有五六十岁了 而且其貌不扬 怎么能娶个这么年轻漂亮的美娇妻呢 她自己才三十多岁 长相也还可以 咋就娶不到妻子呢 陈青霖想不明白 她看着女子说道 想不到老伯这么有艳福 女子说道 你找我丈夫 她出去卖豆腐了 陈青霖赶紧说道 不妨是 老伯什么时候回来 女子说道 她回来可能要到下午了 要不公子就在这里等候 陈青霖见女子生的美艳 就想多看几眼 于是就留了下来 二人也开始聊了起来 原来老汉叫林大山 这林大山年轻时娶过妻子 可妻子在二十多年前就离世了 林大山一直没有再去 那日她在街上卖豆腐 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身上插着稻草 她就上去询问女子遇到了什么情况 这个女子就哭诉了自己的难处 说道 我叫李若云 是附近的村民 因为父亲离世没钱埋葬 我要卖身葬妇 林老汉一听很同情李若云 就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了他 让他回家埋葬父亲 李若云跪在地上磕头感谢 他把父亲埋葬之后 就来找林老汉履行承诺 要嫁给他为妻 可林老汉并没有想着要娶他 李若云说道 我虽是女流之辈 可我吐口吐沫也是个丁 我说过 谁要是埋葬我父亲 我就嫁给谁 无论贫妇或者老少 林老汉都五六十岁了 他不想耽误李若云 就说道 你还年轻 怎么能把青春浪费在我一个老头子身上呢 你应该嫁个年龄相当的才是 可李若云觉得林老汉是个善良的人 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林老汉盛情难却 就同意了 二人就结为了夫妻 林老汉每日起早贪黑的末豆腐 李若云在家里做饭洗衣 收拾家务 老夫少妻的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并不比哪些年轻人差 陈青霖听了李若云的讲述才明白 原来二人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他在心里暗暗羡慕这林老汉 中午的时候李若云做的豆腐汤给陈青霖吃 下午的时候林老汉就回来了 他得知陈青霖是来拜师学艺的 就说道 人生有三苦 打铁 撑船 墨豆腐 墨豆腐可是个辛苦活 每日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你吃得了这样的苦吗 陈青霖赶紧说道 我从小就下地干活 上山砍柴 什么苦都吃过 只要师父肯收留我 我一定好好学 学成之后 师父就不用再辛苦干活了 我来养活你 林老汉是个善良的人 既然陈青霖愿意吃苦 他就答应收他为徒 说道 既然这样 以后你就搬过来住 我教你墨豆腐 陈青霖赶紧跪下磕头拜师 从此之后 陈青霖就搬到了林老汉家里居住 每日五更起床墨豆腐 吃过早饭 就担着挑子去集市上卖 陈青霖头脑灵活 勤劳肯干 墨豆腐的手艺也学得很快 不到一年 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道工序 但磨出的豆腐 总感觉梅林老汉磨得好吃 常言道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陈青霖觉得 师父应该是留了一手没有交给他 林老汉墨豆腐的时候 他看得就特别认真 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让他很是纳闷 林老汉说道 墨豆腐的基本工序你都掌握了 墨出的豆腐也很好 你可以出师了 陈青霖却说道 我学得还不行 磨出的豆腐与师父的相差太远了 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呢 林老汉说道 熟能生巧 慢慢的就好了 只要用心琢磨 你磨豆腐的手艺会越来越熟练 磨出的豆腐也会越来越好的 陈青霖说道 师父 你教会了我手艺 给我一个吃饭的门路 以后我要报答你 你就让我留下吧 将来为师父养老送终 林老汉见他说的情真意切 就同意他留了下来 陈青霖非常勤快 每日除了磨豆腐 卖豆腐 回到家里还会帮助李若云干家务活 李若云做饭的时候 他就帮忙烧火 李若云洗衣 他就帮忙打水 李若云就很大方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林老汉也把他当成了一家人 对陈青霖的所作所为 也就没有多想 林老汉的一个表哥离世 林老汉就去吊咽了 说几天之后才能回来 家里就剩下陈青霖和李若云 陈青霖每日五更起来磨豆腐 吃过早饭就出去 中午的时候已经把豆腐卖完了 他回到家里 李若云就做好了午饭 吃过午饭 陈青霖就开始收拾豆子 泡豆子 李若云也来帮忙 二人不是夫妻 但那默契程度不亚于夫妻 傍晚的时候 陈青霖出去买了一瓶烧酒和二斤卤牛肉 李若云做了汤和饼子 二人就对面而坐 开始吃饭 李若云第一次见陈青霖喝酒 就很奇怪 说道 你会喝酒 以前没有见过你喝酒呀 陈青霖说道 酒这东西喝了不但解乏 而且可以让人忘记烦恼 他说着就倒了两杯 放在李若云面前一杯 李若云说道 我不会喝酒 你自己喝吧 喝吧 这酒尽小 没事的 他说着就端起酒杯 要与李若云干杯 李若云说道 我真的不会喝酒 不能喝 陈青霖端起酒杯 递到他手里 说道 喝一杯 不让你多喝 李若云盛情难却 就闭着眼睛把酒喝了 喝完就辣得咳嗽不止 泪花子都出来了 陈青霖赶紧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又递过手绢 让他擦泪 李若云真的不会喝酒 一杯酒下肚 小脸就红扑扑的 像熟透了的红苹果 而且全身都发烫 陈青霖说道 你没事吧 李若云说道 我说我不会喝酒 你偏要让我喝 这下你见识了吧 对不起 我扶你去睡觉吧 睡一觉就没事了 陈青霖起身就要扶他 李若云却推开他 说道 不用 我自己就行 他就摇摇晃晃的去了卧房 陈青霖看着他的背影 脸上略过不易觉察的神色 李若云躺在床上 实在是热得不行 就跑到造房里 咬了一盆冷水端到卧房 开始洗澡 再说陈青霖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是李若云的音容笑貌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于是就穿衣起床 在酒精的刺激下 陈青霖就推开了李若云的房门 啊 陈青霖看到李若云正在洗澡 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李若云也被突然闯进来的陈青霖吓了一跳 赶紧拿起衣服遮住了身体 你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赶紧出去 李若云红着脸大喊道 陈青霖眯着眼 醉意朦胧地看着李若云 说道 若云 我喜欢你 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若云 听他这么说是又羞又恼 怒道 赶紧出去 你不要胡说 咱俩是不可能的 若云 你青春年少 貌美如花 难道你就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一个老头子身上吗 要是这样 你这辈子也太亏了 你知道吗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上你了 我之所以留下 就是想天天看见你 若云 咱俩私奔吧 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我挣钱 你生孩子 咱们坐一对神仙眷侣 李若云羞地不敢看他 捂住脸说道 我已经是有丈夫的人了 你赶紧出去 陈青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他并没有出去 而是一步步走到李若云身边 就把他抱住了 李若云一个弱女子 根本挣脱不了 他又不敢叫喊 怕邻居听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只能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两个时辰之后 李若云把头蒙在被子里 哭着说道 你玷污了我 以后我可怎么活呀 我爱你 这是情道深处身不由己 怎么说是玷污呢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趁他不在家 今晚我就带你离开 如今我有手艺 到哪里也饿不着 你放心吧 李若云说道 不行 这样做就是忘恩负义 我不会跟你走的 难道你愿意就这样守着他 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他要是死了 以后你自己该有多孤单呀 跟我走 咱俩白头到老多好啊 此时 房间门外有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老汉 他万万没有想到 陈清霖居然与李若云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作为一个丈夫 一个男人 不生气那都是假的 林老汉想串门进去 可他想了想就转身走了 他静止走到了陈清霖的房内 躺在床上 想了很多 当初他就觉得配不上李若云 要不是他坚持要嫁给他 他也不会娶她 他怕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 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林老汉觉得 自己应该成全二人 让他们离开 四日一早 陈清霖和李若云 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 当他们来到院里 就看见林老汉 蹲在门口抽汗烟 二人也是吓了一跳 陈清霖就要说话 林老汉却说道 你跟我来 二人就来到了陈清霖的屋子 陈清霖做了亏心事 但他并不感觉羞愧 而是说道 师父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好 可我是真的喜欢若云 你就成全我们吧 林老汉说道 你是真心喜欢他吗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是真心喜欢若云的 我会一辈子对他好 若是有半句假话 天地难容 林老汉说道 既然这样 你就带他走吧 我不拦着 陈清霖简直不敢相信 林老汉居然这么轻易 就把李若云给他了 太不可思议了 他说道 多谢师父 你的大恩大德 我是不会忘记的 师徒二人又说了一会话 陈清霖就去找李若云 要把这个喜讯告诉他 当他来到李若云的房间时 却发现他已经悬梁自尽了 他赶紧把他取下来 可李若云的身子已经冰冷 早已没有了呼吸 林老汉看到这种情形 也是心痛不已 林老汉就去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把李若云入殓了 正当要盖棺材的时候 李若云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众人一看都吓得跑开很远 李若云坐起来 满脸惊讶地说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死 我只是睡着了 众人听了这才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李若云死而复生 最开心的莫过于陈青林了 这下二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林老汉拿出一包银子说道 既然你们是真心相爱 我就成全你们 拿着这些银子离开吧 二人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他们来到乡林的镇子上 在那里租了一个宅子 开了一间豆腐房 生意还是挺不错的 小夫妻也很恩爱 可不知为何 陈青林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 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以为自己是累的了 那日他去街上卖豆腐 豆腐卖完之后准备离开 谁知眼睛一花就栽倒在地上 好心人就把他抬到了医馆里 郎中一把脉也是吓了一跳 说道 此人已经病入膏肓 没有救了 此时的陈青林已经醒了过来 听到郎中的话 他就瘫坐在地上 哀求道 求求您救救我吧 我会报答您的 郎中摇摇头说道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陈青林想不明白 自己原本身体很健康 怎么才短短的半年时间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他浑浑噩噩地地走出医馆 脸上是一片死气沉沉 他没有回家 而是朝阵子外面走去 他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蹲在那里嚎啕大哭 突然就有人从他身边经过 问他为何哭泣 陈青林抬头就看见一个白发老者 说道老天太不公平了 我没有做什么缺德事 怎么就要我的命呢 老者说道 你妻子有问题 是他害了你 陈青林一听就很纳闷 说道 我和妻子恩爱有加 他怎么会害我 你胡说 老者拿出一个铜镜说道 不信你来看 陈青林不知道老者要他看什么 他很好奇 就凑进去看 就看见李若云坐在房间里发呆 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骷髅头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陈青林以为是这老者搞的鬼 老者说道 他不是你妻子 他是色鬼 陈青林害怕地说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为啥要害我 那我妻子又去了哪里 老者说道 这些你只能去问他了 陈青林觉得老者不是一般人 就赶紧跪下求救 老者说道 一切皆有因果 我也就不了你 不过我可以陪你回去 问问他为啥要害你 陈青林就带着老者回去了 回到家里 老者掏出铜镜对着李若云一照 他就变成了一个骷髅头 骷髅头跪在地上求饶 老者说道 你这个色鬼 为何要来害人 骷髅头说道 我要报仇 原来 陈青林十六岁那年 他上山砍柴 遇到一个貌美女子 就惊虫上脑 玷污了那个女子 女子觉得 没脸见人 就自意身亡了 他发誓 一定要报仇 可一直没有机会 后来李若云悬梁自尽 他就抓住了机会 届时还魂了 半年时间 他就消耗了陈青林身上的所有生机 陈青林马上就要嫁喝西去了 老者听了说道 原来是这样 你也是个可怜的女子 他又对陈青林说道 自作孽不可活 谁也就不了你 陈青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不停地忏悔 骷髅说道 你这个畜生 你玷污了 我还不算 还继续作恶 忘恩负义的东西 今天我就送你下地狱 他说着就一头撞向陈青林 陈青林那的一生就倒地死了 老者说道 如今你大仇已报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两日之后 周围的邻居来到陈青林家里买豆腐 发现陈青林死在地上 人们就用席子把他卷起来 埋葬了 再说 林老汉 自从陈青林和李若云走了之后 他也离开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后来有人在山上遇到一个先锋倒谷的老者 还有一个年轻女子 大家都说特别像林老汉和李若云 王寡妇是个苦命人 二十岁那年 他嫁给本村的张秀才为妻 仅仅过了三个月 张秀才就突发疾病撒手人寰 守了两年寡后 他又嫁给了本村的张屠夫 又过了三个月 一向身康体贱的张屠夫 也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与世长辞 三年时间连克两夫 这还了得 村子里的人一商量 便将他赶出了村子 一番颠沛流离之后 王寡妇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好在这里名风淳朴 没有人追究他的过往 王寡妇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因为有了以往的经历 王寡妇便没再嫁人 而是一个人过了起来 就在他想着一个人孤独终老的时候 一个孩子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王寡妇的人生轨迹 在三十五岁那年 王寡妇从村子外的一个乱坟岗中 捡回了一个出生 仅仅五六天的男孩 有了男孩后 王寡妇便把他当作了 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对待 并给孩子取名叫天赐 尽管他孤身一人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但他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 将自己的全部给了孩子 真是顶在头上怕摔着 捧在手里怕碰坏 在王寡妇的溺爱下 小天赐慢慢地长大了 正是因为王寡妇的过分溺爱 天赐从小就养成了目中无人 横行霸道 好吃懒做 说一不二的性格 在天赐尚且小的时候 他就成天在村子里胡作非为 不是偷偷摸摸偷东家的粮食 就是无缘无故地破坏西家的菜园 惹得四邻不安 为此村子里的人没少找王寡妇 要他对天赐严加管教 但没没有人找上门来 王寡妇就一边鼻涕 一把泪一把诉说他自己的不幸与艰难 一边以孩子还小年纪大了就好了 唯由进行推托 乡亲们见他这般 生怕传出去说自己欺负他们 孤儿寡母 于是只好自认倒霉 不再追究了 本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天赐能有所收敛 但王寡妇失望了 长到十五岁时 天赐整天和一些地痞流氓私混在一起 踢脚打拳 抡枪舞霸 偷鸡摸狗 酗酒闹事 但即便是这样 王寡妇也丝毫不肯怪罪自己的儿子 反而指责乡邻招惹天赐 很快 王寡妇就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一日 王寡妇又早早地到田地里劳作去了 黄昏时分 劳碌了一天的王寡妇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朝家中走去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王寡妇连忙停下脚步掉头看去 来人是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老头 老头一边走一边 气喘吁吁地朝着王寡妇喊道 老嫂子 老嫂子 王寡妇疑惑地问道 你是在叫我吗 转眼间 老头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 定睛看去 他并不认得此人 正疑惑之际 只听老头说道 老嫂子不认识我了吗 你忘记了吗 十年前 你曾经救过我一家老小的命呢 听老头这样说 王寡妇更加疑惑了 努力地回想了半天 她依旧毫无头绪 见王寡妇一脸茫然的样子 老头便说道 你也不用想了 反正我肯定不会认错人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情 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 老嫂子 你今晚就要大祸临头了 老头一脸严肃地说道 听老头这样说 王寡妇不由地被吓了一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寡妇能有什么灾祸 老嫂子 这天也不早了 我也不和你多加解释了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听我一句劝 今天夜里你不能在家睡 我不在家睡 难道去外面睡吗 王寡妇生气地问道 我这里有一张狼蹄 你回到家后把它放在你睡觉的地方 然后用被子盖住 你就躲在窗外看 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记住 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 说完 老头转身就走 王寡妇想要将老头拦下问个明白 但老头却就像一股风一样 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令他更加意外的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的手里已经多了一张羊蹄 看到这 王寡妇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回家路上 王寡妇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该不该相信老头的话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半路将我拦下说出 那一番话来 他说 我曾经救过他一家老小的性命 但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一个快要死的寡妇了 能有什么灾祸 不知不觉间 王寡妇已经回到家了 家里漆黑一片 天赐又出去赌钱去了 已经有好几天也没有回家了 哎 这孩子也是的 对着空荡荡的屋子 王寡妇发了一顿牢骚 简单吃了几口干粮以后 他便躺了下来 就在他躺下的那一刻 猛然间 王寡妇想起了老头的话 一番思索之后 王寡妇不敢以身犯险 于是他便将那张狼皮 放到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被子 然后他便躲在窗外悄悄地看了起来 就在他刚躲好不久 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王寡妇听出来了 是天赐回来了 和往常不同的是 回到家后 天赐并没有大呼小叫 而是偷偷摸摸地进了屋子 进到屋子里后 天赐先是吃了几口干粮 然后便在屋子里 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 看到天赐的举动 王寡妇顿时明白了过来 在嫁给第二任丈夫的时候 尽管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丈夫却对他相当疼爱 于是便将家中的一个祖传玉拙给了他 丈夫死后 王寡妇被赶出家门 但玉拙却一直被他带在身边 因为天赐好吃懒做又爱赌钱 王寡妇便没有将玉拙的事情告诉过他 王寡妇这样做的目的 也是等天赐长大以后 将玉拙卖了好给他娶媳妇用 要是早早让天赐知道了玉拙的事情 天赐说不定早将玉拙拿去赌钱了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久前 王寡妇无意之中说漏了嘴 天赐知道后 便是刻缠着他要将玉拙拿到手 王室内赶给他 于是就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为了能将玉拙弄到手 天赐不知道已经和他吵过多少回了 见天赐又翻箱倒柜 王寡妇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他肯定是在找手拙 搜寻了一番无果之后 天赐的脸色渐渐的变了 只见他满脸怒意 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就来到了床前 看到这一幕 王寡妇差点吓得叫出了声 更令他胆寒的事情还在后面 此刻的床上竟然躺着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就在王寡妇紧张得要张口说话之际 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 王寡妇连忙掉头看去 刚才出现的那个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老头朝着他摇了摇头 随后示意他继续朝屋里看去 屋子里 天赐已经将钢刀架在了王寡妇的脖子上 立声说道 死老婆子 快告诉我 那个手镯究竟在哪里 不然的话 我就要了你的命 王寡妇哭着说道 天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可是你的亲娘呀 亲娘 既然是亲娘 那你为什么不肯将玉琢给我 既然是亲娘 你为什么见我被人追债打得死去活来 不管不顾 哼 别人家的孩子吃香喝辣 有钱花 你再看看我 三天两头饿肚子 连顿饱饭也吃不到 你说 既然你给不了我荣华富贵 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难道就是让我跟着你来吃苦的吗 王寡妇一听这话 顿时泪如雨下 随即苦口婆心地劝了起来 天赐哪能听得进去 王寡妇刚说了几句 他就火冒三丈 用刀笔划了起来 看见刀子 王寡妇顿时吓得尖叫了起来 天赐一看 连忙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仓皇之间 那把刀子竟然深深地刺进了王寡妇的身子里 天赐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扔下刀子就冲出了屋子 消失在黑夜中 躲在窗外的王寡妇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此刻她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缓过神来 这 这都是真的吗 老头叹了口气 老嫂子 这都是你自己酿下的苦果呀 听了这话 王寡妇羞愧地低下了头 片刻之后 她又问道 老大哥 你实话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刚才被她杀掉的那个人 又是谁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老嫂子 你忘记了吗 十年前你曾经将仅有的一点干粮送给了一只即将产载的母狼 实不相瞒 我就是那只母狼 被你救下后 我无意中吃了一株仙草 便有了些许法力 得知你有难后 今天便带着一个孩子前来报恩来了 得知眼前的这个老头竟然是被自己救下的母狼所变 王寡妇再一次惊呆了 过了一会之后 她又问道 那你的那个孩子呢 老头用手指了纸屋子里 眼含热泪说道 被天赐所杀掉的就是我的孩子 什么 听了这话 王寡妇连忙冲进屋里掀开被子 果然被子里躺着的正是一只上楚年幼的小狼 看到这一切 王寡妇顿时羞愧难当 老大哥 这样说来 你是舍弃孩子救了我一命吗 这份大恩大德我如何报答 老头淡然一笑 爱 老嫂子 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一家老小早死了 再说了 要是能用我孩的命换来天赐和你的觉醒 也算是我对你的报答了 好了 老嫂子 我看你在此地也不宜久留 还是收拾行李赶紧跟我走吧 那 那天赐怎么办 我以后还能见到他吗 经历了这件事情 但愿天赐能改邪归正 至于你们母子还能不能就见面 一切都得看造化了 说完 那老头便带着王寡妇便离开了这里 就在王寡妇走后不久 良心尚未泯灭的天赐又悄悄地溜了回来 见母亲早已被自己赐死 既紧张又害怕的天赐赶紧匆匆忙忙背起母亲的尸体出了家门 在一处乱坟岗 天赐将母亲放在了一个土坑里 挖了点土匆匆掩埋之后 他又朝着土包磕了三个响头随即消失在夜色中 失手杀死母亲之后 天赐随即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 背景离乡饱受饥寒的他 这才想起了母亲对他的大恩大德 一番自责之后 他决定痛改前妃重新做人 于是他便改名王过 投军入伍 因天赐略会些拳脚功夫 投军后 他履历战功 很快就成了将军 这一日 天赐来到了一个地方 因那里地处深山老林 时常有野兽出没 天赐一时兴起 便带了几个随从进山打猎去了 没过多久 天赐就与几个手下走散了 在山林中转了很久 天赐依旧未能找到下山的路 这一来 天赐便有些着急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间 四体狼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将他团团围住 天赐大惊 连忙张弓搭剑朝着狼蛇了过去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平日里百发百中的他竟然一剑 也没有射中 眼看见已经射光了 但却依旧未曾伤的狼半点皮毛 天赐更加慌张了 惊吓之余 天赐连忙拔出身上的一把刀护在了身前 那几体狼似乎存心想要戏弄天赐一番 守在四个方位却不主动进攻 似乎专门等着天赐把力气耗干 一番折腾以后 天赐精疲力尽 随即瘫倒在地等起死来 就在他躺倒在地的那一刻 四体狼不约而同地朝着他围了过来 尚未等天赐坐起身来狼久 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张开血盆大口朝着他身上撕咬开来 转瞬间 天赐的身上就被狼撕咬的血肉模糊 就在这时 只听嗷一声 一匹老狼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山坡上 听到老狼的嚎叫 四匹狼随即朝着老狼奔了过去 奄奄一息之际 天赐似乎听到了一阵说话的声音 他连忙抬眼看去 说话的正是那几匹狼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狼怎么会说人话 就在他目瞪口呆的时候 小狼开口了 父亲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把他吃了 老狼哼了一声说道 哼 你们也是的 难道你们都没长鼻子吗 你们没有闻到他身上没有人味吗 他连自己的母亲都敢杀 你说他还是人吗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还要留下他一命 他死了 他的母亲谁来管 听到这里 天赐不由地愣住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娘不是已经被我赐死了吗 老狼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觉间 天赐便开口问了过去 神仙 你说什么 我娘他还没死 他人在哪里 或许是天赐的话 将狼吓到了 天赐刚说完 那几匹狼就四散逃开 消失在了树林中 尽管身负重伤 但总算留下了一条性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后 天赐终于从山林里逃了出来 逃出生天后 天赐此调官直便一心打听起了母亲的下落 三个月后 天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一到故乡 天赐就直奔当年埋葬母亲的乱坟岗去了 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天赐找到了他亲手掩埋的土包 当年我是亲手把母亲掩埋进去的 为什么那匹狼说我的母亲还活着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当年埋进土里的那个人又是谁 这,这该怎么办 要不挖开看看 想到这里 天赐伸手就要朝那土包挖去 可转念又一想 万一郎说的不是真的 我这不就更加不孝了吗 一番思考之后 天赐决定挖开看看 没费多大功夫 天赐就将那个土包挖了开来 颤抖着双手打开包裹尸体的席子之后 天赐惊呆了 席子里哪里有什么母亲的尸体 里面竟然是一匹狼 看到这 天赐顿时被惊呆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 嗷乌的叫声 天赐连忙抬起头寻声看去 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匹狼正站在那里盯着他看 看到这匹狼 天赐顿时大喜过望 连忙朝着他奔了过去 不久之后 天赐跟着狼来到了一个山洞里 在一个山洞里 天赐见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没错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王寡妇 见到母亲后 天赐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郎尚且直温图报 何况是人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 天赐更加羞愧不已 后来 他又投身航武 为国征战 直至为国捐躯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这对母子相认之后 老狼一家就消失不见了 我留下了 你谁不知 祝你 是